毛毛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毛毛 就是之前有已经有在2019年的时候 金明大哥有访问过我的一个病况 我就是在大概快十年前 因为肿瘤的位置离肛门口很近 然后切除了我把整个直肠跟肛门一并切掉 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大肠造口 但在经过大概四五年以后 因为剩下的大肠一直不停的病变 等于是沾黏然后堵塞 然后甚至会到发烧会引发败血症等等状况 所以那时候我的医师就担心说 未来如果不要 他希望我能够把整个大肠切除掉 然后因为他担心说 如果我不切除这个大肠的话 在一直不停的反复发烧再败血 我有可能没有机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就答应他在2016年的时候的年底 我就下定决心去切了这个 做了这个小肠造口 所以我现在身上是所谓的永久性的小肠造口 可是那时候觉得切下来的时候 一般人来说啦 如果做了这个小肠造口 基本上你的粪便可能会很顺什么的 可是可能因为我的体质比较特别 所以我并没有照医生如愿以偿的说 我可能就没有再发生沾黏阻塞等等状况 反而是过三个月之后 我的这个代肠反应就开始就开始发生了 等于是说我的小肠去取代了这个大肠的功能 所以他又开始变得不太出来 需要靠药物去排便 但是如果他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没有大肠 所以大肠主要是吸收水分跟养分 矿物质 小肠吸收养分 但是我的小肠也切了部分 所以等于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非常的瘦 我开完刀的时候只有大概三七公斤 然后就是靠一些高热量的营养品 跟在住院的时候打一些营养针 去把这个体重补回来 因为他们觉得我太瘦了 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等等的 可是其实做了这个小肠肠口之后 其实跟大肠肠口比 生活上面也带来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小肠肠口它出来的是比较水状的 然后它可能比较 你的袋子可能要贴的比较老一点 所以相对的你的这个耗材的 这个灶口袋的耗材成本 也相对会比较增加一点 但我还是认为是说 因为这个生活品质的关系 我必须要就是保持这个 因为我也是一个爱漂亮的女生 就是在还没有新冠肺炎肆虐之前 我也是每年都会出国这样子到处 带着罩口出国 对带着罩口去旅行这样子 对那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这一两年就可能没有办法去国外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比较好笑的是在去年的三月四月 新冠肺炎这个冠状病毒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不太敢去医院 对没错 对那时候大家就是对医院来说 就是进而远之这样子 然后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有很多的大肠直肠癌的病患 他们可能是 应该是要早期发现的 可是因为可能拖延了一些时间 原本可能只要一二期的病患 他们可能担心去医院会 会遭受到一些病毒的感染什么 更严重 更严重 所以导致去年的筛检出来的比率 都是以重症的比较多 就是大概可能比较对 可能三或四期 或是二三四期 因为其实如果你早期筛检 这个大肠癌 国健署有规定 大概我们是来筛检 五十岁以上的人 就可以免费 对五十岁到七十四岁 就可以免费每两年 做一次这个分辨前些检查 虽然它的准确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七十 但是你去做的话 你心里会有 就是你会给自己做一个 基本的健康检查 因为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大肠直肠癌 一直高居国人罹患癌症的第一名 所以其实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除了饮食压力等等 还有你要去注意这种筛检 像也越来越发现说 从我离癌到现在快十年 年轻的病患也越来越增加 不管是 无论是大肠肠癌 其他的癌也是相对来说 年轻的病患都会增加 我觉得这应该是跟 所谓的环境荷尔蒙跟压力 有关系啦 对因为我们讲到直肠一般都会觉得说 是饮食的关系对不对 重油重盐或者是热爱烧烤 喜欢吃这个烧焦的东西 所以很容易引起大肠病病 可是你算是很无辜的 你是一个非常健康 非常养生的 所以探讨来讲 你就是纯粹是所谓的 刚好基因遇到了嘛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 去就诊的时候 我要做手术 我的主治有跟我说 你蛮特别的 你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案子 就是因为他们有在跟其他的 肠胃内科做研究 就是把你的案例做成一个 study的case 就是可以帮助未来的人 但是对你或许没有帮助 因为我已经罹患了嘛 对以后的 但是像我这种不延不久 然后正常饮食的 还会罹患又没有家族食 然后又不吃烧烤的 然后他们他就觉得我很特别 问我愿不愿意 就签了一份那个 同意书 因为对于这种 像我这种不延不久 然后罹患癌症的 这种比较特殊案例的人 他们如果去做一个研究案例 对于以后研发这种新药来说 或许会对一些 未来的得病的人 有帮助这样子 那有一段时间 我体况比较好的时候 我还有在医院做 癌症筛解中心 跟癌症资源中心服务 做志工 对 算是做part time的工作 就是希望民众能够 不要因为忽略这个筛解 然后让自己觉得好像 这种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还是什么的 就是一个透过早期 发现早期治疗 然后到后续 躲去癌症资源中心去 真正辅导一些临床的 像有这些灶口病友 因为其实很多灶口病友 他们会担心这种 因为毕竟是把肠子整个拉掉 你在腹部上开一个洞 然后把你的肠子拉出来 拉在腹部 然后做一个开口就对 做一个开口 那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对于刚做灶口的来说 都是一个心理上面的打击 我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是 还蛮辛苦的 因为要去适应一个不一样的排便机制 所以你大概要花个 我比较快 我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走出来 因为当然东间也是有透过很多 志工大哥的帮忙啊 等等的 一些灌洗的尝试啊等等 因为那时候是大肠灶口 所以还需要做一些灌洗的训练 有些人啊看状况 有些人体质需要 然后那我现在就比较方便 因为我现在是小肠 它出来就直接都是比较水 比较水的 对所以我就直接上 就是排尿的时候 就是顺便用带子把 那粪便给排出来了 相对来说方便 可是你这个大肠这个切除之后 这个大肠本来的功能是吸收水跟矿物质 变成你要额外去补充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才会说你这个小肠灶口出来 就是很多水分 是因为本来要透过大肠吸收的 对没错 所以我非常会容易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倦怠啊什么的 就是这种电解质的那种 会有比较容易不足啦 所以有时候可能常常就是会 因为我那时候突然间有一阵子 我就觉得奇怪 我怎么没睡都睡不饱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才 因为有时候我会阻塞 我也是就是常常容易长气 因为我开过太多次刀了 我的腹部动了六次手术 所以那时候 呃沾沾的非常 沾黏沾的非常严重 到最后是连那个防沾黏电片 也都没有办法放的 因为那个防沾黏的电片放了 反而容易增加我一个感染的风险 所以那时候我最后一次手术的时候 那个防沾黏电片也都没有放 因为在之前的2016年 开这个手术的时候 我2015年其实已经把 部分大肠切除 只剩10公分的大肠 那时候还想说能不能够放个防沾黏电片 或者是说让我的生活品质好一点 不要再因为这种 常沾黏阻塞等困扰 常进入医院 可是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 医生也做了很多努力 可是偏偏我就是那个很例外的case 所以导致我在20就是这几年来 呃其实大概一年有一半的时间 几乎都在医院里面过 那刚刚机敏大哥有说我去 所谓去怎么调试我这个心情 当然一开始会觉得啊 我又没有办法做正常人的工作 我也会想去尝试去找工作什么的 可是没办法 那我可能就换个想法 就是开始经营自己的FB的社群频道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 现在都已经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也有在思考去其他的方向 因为现在电商平台很很是一个趋势嘛 所以我近年来有在考虑就是做那个电商平台的经营 因为毕竟我在医院在家里 只要有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这样子用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这个打算了 想做哪方面的商品 呃都有耶 其实像嗯一样保健食品啊 营养品或者是女生都爱美嘛 还有一些化妆品面膜等等的 嗯对就是我正在跟一些我的朋友们 有在洽谈接触这样子 嗯对啊 因为原本是想要就是拍个 拍个YouTube什么的 可是发现其实现在台湾都太 就是太多这种相类似的 太多年轻人立志当网红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有其实网红你你你你真的是一个蛮蛮不归路的因为你尝试过你就知道你后续的剪辑啊你要花的那个时间 嗯嗯嗯而且再加上现在美国开始要对台湾的YouTuber都有些磕水的动作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嗯比较不适合所以做一个电商的话可能就是以比较小成本的指数 嗯感谢现在是个趋务'嗯嗯 然后我去年也去学了一些有关于关于怎么主持广播节目的一个嗯 一个技巧那在也是相关的 eu介绍的嗯 就是想说看看能不能 就是多学一点东西啦 那当然平常我有在 进修英文 因为我最大最大的梦想 就是站在 之前应该有分享过 我希望能够站在TED的舞台上 分享这个生命故事 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因为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这个路很漫长 可是你要 我觉得你就是要坚定 就像我离来到现在十年 我这样一直历经 长灾年长阻塞这样子的痛苦 我 我不能说这是一个 是一个 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 可是毕竟我遇到了 我就必须去接受他 我的家人也必须就会去 我的家人会觉得说 可能我很辛苦 因为我常常就会脏气 然后呕吐 然后到不行的时候 可能就要进去医院打点滴 然后我的周边的血管 就是你几乎没有办法打 所以我就是装了人工血管 这样子 所以所有的营养点滴 都是由人工血管这边打的 对所以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 一半时间在家里 一半时间在医院 可是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开玩笑 说啊我又要去那个 七星级的旅馆度假 因为就是会觉得说 你不要把自己的心情想放得这么的紧张 因为就是虽然说 呃呃就是在医院里面的生活很无聊 可是我也是会把自己排的蛮充实的 可能还是就是照样的学习 嗯可以做很多事 对还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回诊大部分都是这个肠子有问题 还是说要固定回去补充一些营养 呃其实基本上就是 因为肠灯廉肠主在发生的状况是 第一个你会长起 再来你会腹痛 它的腹痛是像人家 因为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过 我自己是没有生过孩子 生过有生过孩子的人 跟我说他的那个呃脚痛的指数 达到那个大概开直开到第三指的那种疼痛 疼痛程度 对那因为我已经习惯性的跟这种疼痛相处 因为他沾一下的时候 他只要稍微 因为就如同沾黏就像说 好比说我们的绳子跟绳子之间 因为他起了一个呃有有有 因为常把长臂拿出来之后 他本来是一个平滑的结构 可是我们把他拿出来之后 他变得不平滑了 所以他必须要去 彼此之间当我们粪便排出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程序 他要离他要出路 可是问题是这个绳子已经不是那么的平滑 他已经打结了 所以当他遇到这种打结 他过不去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脚痛脏痛 然后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 就是会冒冷汗 然后开始吐 吐 然后因为一开始吐的时候 你就可能不能进食 包括水也不能喝 因为代表你的肠子已经整个都脏 已经堵塞了 对对对 已经堵塞了 就不能再进食 就会越塞越多 对又会越塞越多 你如果再进食的话 就可能就是比较没办法 你就可能越塞越多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可以吃一些比较高纤维的东西 但我现在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吃 因为我的医生就有跟我讲说 人家对于这种纤维的是好消化的 但对我来说 那个就是一个障碍物 就是一个 你的吸收很脆弱就对 对 我的吸收很没有办法 没有那么力 我的肠子很细 而且太敏感了 可能因为像肠胃这种东西啊 我可能一个感冒啊 或者是一个变天 就像是可能 今天就像是 举例来说 我的肠胃就好像气象台这样子 很敏感就对 很敏感 非常敏感 我可能一个身体的不适 就会导致我一个肠子的不适这样子 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时候在医院可能好好的 因为我们在医院进行 在年长处赛这个处置 都是一个流程 他怎么处理啊 他怎么处理 其实只有两种方式 要么就开刀 要么就保守治疗 那保守治疗 其实就是打点滴 打点滴的话 就是先抽血 看你少什么 那因为我 就是会打一个 比较大包的 比较阴阳 比较够的 因为我比较不能够 吃一些正常人 所谓的 能吃的东西 所以大部分 我都吃一些流质 那流质又容易 因为小肠又容易水 所以我的长期以来的营养 可能某部分的营养会不足 所以我可能就会要打一些营养 就是高 高级 不要高剂量的营养针 这样 然后再 可能验验甲离子 然后你补充一些 电解质啊 钠啊 甲啊 因为一个电解质的不平衡 你整个人可能就会造成你的 整个 就是精神方面的 温乱什么等等 所以补充好 它就会通了 不是 补充 先补充之后 让你的水分有了 水分有了之后 你开始先进食进水 然后等到你 让肠子休息几天之后 开始喝水 喝水之后 水慢慢的喝 先从少量的50 然后100 到可以喝的时候 这个一两天 然后再进行一个清流的状况 清流汁喝完之后 可能再吃个 那个算是 伴流子 不是伴流子 算是一个全流 全流 全流之后 再开始做 做那个 伴流 伴流所有的稀饭 这个时间 因而异 可是我偏偏就是 体质比较特殊 我大概都要待到 两个礼拜基本上 那因为我上次 就是又一个不小心 突然在吃到清流汁的时候 又吐了 所以我又打回原形 又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又进食 所以我上次在医院住了 整整19天 然后又觉得 然后又因为可能一些 因为我本身 抵抗力就比较脆弱一点 所以我比较容易感染 所以有时候 因为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 就是也是 整个肠子里面的细菌 跑到血液里面 整个又差点造成 就菌血症 白血症 对 然后我的医生就很担心 所以我现在就是 一有不舒服 就要立刻去医院 因为我如果再一直 因为我这个 像这一次 我住院也是打了一个礼拜的抗生素 这样子 因为 只要 因为我的白血球 也是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整个 包括 因为 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体的大部分的免疫系统 都来自于肠道 可是因为我的肠道 就只剩下这么一些血 所以我的免疫系统 相对于来说 也比别人 差对 所以 当然 新冠 新冠 这个病毒的 这个 大家都很紧张 所以 所以我自己 随身也是有做好 这个 清洁的动作啊 像 没出去医院的时候啊 就是酒精啊 都是必备的啦 还有干洗手啊 等等的 可是你发炎就会造成发烧 对不对 对 那发烧的话 不是就很紧张 医院也蛮紧张的 对发烧 到不清 是哪一种发烧 去年有一次 就是因为我发烧 结果就被 就去 就去急诊室 就发现是 呃 跟肠子的发炎指数还好 所以就 就又回家了 可是隔没几天 就是 还是又吐什么的 就又去医院 又住院了 那时候我很紧张 那时候我也是把自己包的 就是 很隔离 对对对 就是还穿那个雨衣啊 怕害到别人 对对对 然后还戴口罩什么的 然后急诊室 医生就吓死了 就说你不需要这样子 没有那么可怕啦 因为不清楚是哪一种发烧 对 然后他们说 发烧的话就一定要 赶快去急诊室 没有办法先去完诊 所以就 没办法 那就只好跑急诊 急诊一定就 因为其实我去急诊室也很辛苦 因为我的周边血管打不太到 比较细 对比较细 其实是看不太到的 所以通常都要用最小的针去抽 或是什么的 然后像有一次我去急诊室 因为真的完全找不到周边血管 他们只好请急诊室的NP 来去放这个矫针 去打这个我的人工血管 但是因为他们会担心 因为人工血管其实蛮贵的 一个大概要有很多块 因为有时候万一没放好什么 把它擦 这也是会造成一个感染的问题 因为我光这个人工血管 做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 所以它是做在体内比较粗的就对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底 我都像 我都形容它算是个插座跟插头的关系 它是一个买一个 类似像一个孔状的东西 在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表层 这边对 所以很明显就容易扎就对 对 算是你摸的可以到算是一个扭扣 可是我跟我男朋友形容 他现在可能是插座 然后我们点滴这时候可能是插头 点滴要把放一个矫针 把它插进去这样子 所以从点滴也是从那边打 那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随便给一般人处理 因为这个拔擦的风险 如果一个不小心也很容易造成感染 一个感染之后 这个血管可能就不能用 又要再拿掉 重做 重做 所以你都要在固定的医院就对 对所以我的因为我从民国一百年九一百 民国一百年九月罹患癌症 我都在诊心医院治疗嘛 那因为其实这个我那时候离癌的时候 三十岁比较年轻 然后可能医生也会宁可挫杀 不要保留 所以其实后来的引发的一些 再加上我开了很多次的重大手术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看了蛮多课的 就是可能因为 再加上因为我做过放射线治疗 所以没有月经 所以我的皮肤会比较干一点点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还很年轻 所以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就对 对对对 那如果你比较年长有些东西 他就不一定要处理 这也是看医生 因为我的医生是属于那种 他觉得能够切干净就切干净 对他觉得说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病患 尤其是直肠的部位 因为直肠肛门那边 他的神经很敏锐 他的神经很多 那如果一个没有处理的干净的话 一个不小心就串 串到你可能就变成第四期了 所以我有很多病友 他们是直肠癌第三期 到最后都复发转移 然后往生的都就有好几个 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这个接触到的粪便 所以他更容易感染 所以一定要切除的更干净 也是也是这样子 再加上因为他其实真的是 主要还是因为他离他的周边神经很多 但是他的神经很多的话 他一串就去串到肥或是干 连结过去 连结过去 像之前就是我好几年前 有跟于天的女儿小女儿 有一起同台上过一个节目 前一阵子他不是复发了吗 那他弟弟不是有说 其实他应该做这个照口的 那就是因为他当初 因为爱于他是艺人的身份 我不想做 像已故的那个猪哥亮猪大哥也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很多艺人 如果他们不要说艺人好了 一般人只要听到要做照口 通常都会稍微觉得 啊我要做照口 那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对 那时候我也是有这样子问过 我的主治医生 我的主治医生说 对就是因为你还年轻 所以才要做这个照口 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有可能 你要承担这个复发转移的几率 对 对 那你一辈子可能就要 不停的做这个化疗放疗 有可能这辈子可能 也不可能生命 因为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掌控 我们的生命有多长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掌控 我们生命的宽度 所以我觉得好 那我既然做了 我就接纳这个照口的出口 至少他救了我一命 对 而且其实照口 他的这个护理方式 以及他相关的用品 已经发展算是蛮完整 所以只要你能够确实做好 一些照口的清理的话 其实他的一些风险是很低 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来说 因为其实这个方面也是蛮辛苦 因为台湾来说 因为台湾没有自己的照口的 那个袋子的品牌 我们都需要仰赖国外进口的 那国外进口的袋子 其实周边产品 他一个袋子跟他的胶啊什么的 可能就要一两百块 或是两三百块 那你可能依照个人体质的状况 你要去公换的这个频率 最少一天要一次吧 最少 还是一天要好几次 看状况 有时候如果你袋子有漏的话 你可能就一天要好几个 可是你没有漏的话 你可能可以两三天再一次 所以一状况的定 所以我们都会 很多 我还是在医院的时候 也没有闲着 因为其实很多照口病友会吃下 就是FB啊 或是LINE 会在我 因为会问我说 照口带用哪一家的品牌啊 是怎么护理的啊 照口万一这个形状 胜漏怎么样 胜漏怎么 要该怎么处理 那有时候等于是说我就 可是因为每个照口病患的 都不一样 这个并不是一个SOP 可以讲这样的 你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照口 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品牌 所以在这一方面也是蛮花心思 去做这个病友服务 不过它发展到已经可以做到很密合 对不对 只要你步骤是正确的话 对但是难免会有一些 就是难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像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是小肠嘛 那就是如果我出去玩的时候 像我一个动作 比较大的动作 比较大的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袋子啊 你的袋子的密合度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密合 而且你的 你要确保你的袋 你的照口周边是干的 完全是干净的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不能有过破皮 因为你如果照口破皮之后 你的袋子可能就会黏不住 所以这些照口的周边的防护的 这些妹妹嘎嘎的东西 其实还蛮多的 那这样讲 如果你流汗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 它的这个密合度 身体皮肤如果潮湿 对皮肤如果潮湿的话 像有时候 譬如说梅雨季节 有时候袋子潮湿 或是什么的时候 你有可能也会影响到 或者是说你洗完澡 你自己没有把 那个袋子周边的照口 给就是弄干净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突然间 它就渗漏了 或是有个姿势 你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照口的位置 也不一样 对 那一般来说做了照口之后 医院你有跟你讲说 你不要做一些 蹲下弯腰等等的动作 因为那会让你的负压变大 那负压变大之后 你的照口就会 因为它毕竟是肠子嘛 它是会因为你的这种 负压的状况而改变 去它的那个长度什么的 所以 拉扯就对 拉扯对 所以还是有些动作尽量避免 像我以前很爱玩那个 就是那个很刺激的 那个有垃圾室 云香飞车 对 我以前有在健身的时候 有在做仰卧起坐 可是 现在都不行了 因为 仰卧起坐就是会很容易 让腹压变大 像弯腰起身等等 再加上因为我 因为开过太多次刀 所以我的 我的腹部的那个疤痕 是整个像有点武功这样子 凹凸不平的 所以我必须 开太多次 对 开太多次 那再加上有最后一次的时候 是因为伤口有感染 所以那时候就是整个 中间都是被吃掉的 所以我肚脐跟疤痕间 是有一个凹洞 有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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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再贴的时候 不平整 不平整 所以我要再贴罩口的时候 还格外辛苦 要再补一些周边的什么 土条啊 粘土啊 垫片就对 类似呢 类似这种垫片等等的 所以其实 有些人会讲说 看起来好像 没什么 就是外表都这样 可是其实这种 打开就是 还是有困难度 真的就是 故中的心酸 其实要自己体会 所以你一个人都完全 自己可以换吗 我可以自己换啊 我从以前 就是刚开始 我刚开始 我开完刀的时候 是因为我还要做一些 放射线治疗 还有因为我的 那个位置离肛门口比较紧 所以我有伤到膀胱 所以那时候 我回家的时候 第一次我做完 肿瘤切除的手术 回家的时候 是尿袋 然后照口袋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 有请看护阿姨回家 因为那时候 还要做放射治疗 每天都要 往返医院去 那我父母年纪 比较大一点点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照顾 那我姐姐也有在上班 所以那时候 有请一个看护阿姨 照顾我大概一两个月 对后来我就习惯自己 开始照顾自己 然后那时候还可以 就是还是大肠照口 在灌肠的时候 还带着水袋啊 然后请导游啊 帮忙找挂钩啊 灌肠什么的 然后到后来 突然不能灌了 就是变成吃蟹药的时候 就觉得很方便 就可以 终于可以不用再挂 那个点滴 就是类似像那种 点滴架的那个挂石 去冲就对 对然后 到做小肠照口的时候 虽然小肠照口 流出来的水分比较多 然后电解子的补充 可能要比较 平反 平反对 但是因为 我觉得反而比较方便 因为至少不用 因为在灌肠的时候 你每天一定要同一个时间 然后 找一个地方 对同一个时间 定时定点 然后 而且你不能间断这个程序 他这个叫做排便控制 排便 排便训练 让他同一个时间 等于是说我们 一般正常人 有肛门的时候 他去固定一个时间 去上厕所 这样子 而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就每天 固定 早上就六点起床 然后刚开始 可能要搞好几个小时 后来慢慢的就 一个小时 40分钟 所以那个是 肠肇口比较麻烦就对 就是大肠肇口 可是 因为其实很多 大肠肇口的病友们 他们也是这样长期灌 也是灌了二三十年 都没事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我的肠子 可能弹性比较疲乏 灌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就不能灌了 灌到 有一次我在住院的时候 整个水 都在肚子里面 完全没有出来 那我的组织正好在寻访 他看到吓死 因为万一这样 有可能肠子会破掉 撑破 对 他就很紧 然后就说 你不要灌了 不要灌了 你赶快躺下 让那个水分 能够顺利的出来 先流出来 对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吃蟹药 吃蟹药 可是因为吃蟹药 会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他那时候 才跟我讲说 那就我们试试看 把切掉 把在2015年的时候 我又切了一次大肠 最后仅存的大肠切掉 就是应该是说 留十公分的大肠 看看会不会好 一点 但我刚刚前面有说 就是在过了一年之后 我那时候就是会一直发烧 一直不停的打点 也就病变了 所以后来2016年就 全部切掉 然后切的时候 有医生也没说什么 就跟我妈妈说 就是小心感染 就那时候 就是真的就是伤口 癒合的比较不好 所以就感染 又再进去手术师 又再进去手术室去清床 用那他这样五个吸管 每天护理师跟那个 那个专科护理师 照顾护理师来帮我挤 挤伤口 哇那阵子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因为那时候又是 因为我那时候很瘦 就是37公斤 所以开刀的时候 医生那个引流管的位置的 放置的时候 可能就因为我太瘦 不小心插到那个血管壁 所以我又一直在内出血 大量的内出血 我那时候刚看完刀 输入了期待血 我的血红素都没有回来 就去照了核磁共振扫描 发现说在这边有一个阴影 吓死了想说是不是又是什么 那时候插到没有发现 插破的时候 没有没有 他医生是说他都处理的好好的 可是他就觉得 他比较直 他比较直率一点 他就说很倒霉 可是在我们听来就觉得说 到底是谁倒霉 可是因为我很了解他的个性 他就是这种 case是几乎是不会 发生的事情 就发生在你身上 对就发生在我身上 就后来就这样子 我又再去进一次手术室 因为血块的预期长期来说 对体内来说也是个不好 本来想用息 就是抽取 抽出来 抽出来 但发现太深了 抽不出来 只好要进手术法 又进手术室又再开到 再开 再开 所以我那一次 就一个月就开了三次手术 所以你开大部分就是长沾脸 不然就是感染 不然就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些类似的问题 对 然后再加上人工血管 也是开了 就是拿八拿八拿 光装拿出来 这是第三个嘛 那你想说第一个装拿出来 两次都要进手术室 第三个都等于是五次 所以我这样进手术室 就超过十次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 因为莫名其妙 因为我有时候住院住一住 就会突然就 寒战 然后莫名其妙就 这样子 就是来上过你的节目之后的那一次 就年底的时候 先是人工血管感染 酵母菌感染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 你变面包了 我说怎么会酵母菌感染 然后那个感染科医生说 也不知道 就必须拿掉 所以就又重装一次 开刀再重装就对 对对 对啊 哇所以你这个 这十几年来 十一年来几乎 没有还没十年 快十年 一百年了 一百年 一百 就十年来 对啊 所以你几乎一直反复在进出 对反复进出 对啊 可是其实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很辛苦 但是可能我自己个性比较乐天 我觉得因为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 那其实周遭的 我的男朋友真的也对我很好 因为 因为你这样反复进出医院 如果你家人 就是因为我 我妈妈她去年 也罹患肺性癌 还好发现得早 是初期 所以在家里又有外婆 失智症的外婆要照顾 所以我爸年纪也比较大 所以几乎都是我男朋友在照顾我的 所以还好有他啦 不然 所以你是不是也不想让家人担心 所以你就会让自己很坚强很乐观这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 如果我自己 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 如果我 态度是属于消极的 负面的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看到我的时候会觉得 你会这样子 可是 会有压力 会有压力 对 就包括我妈妈来说好了 即便我现在都能够好好的处理 可是当我一打嗝 然后会呕吐的时候 我妈就说那是一股从脚凉到头皮的那种声音 对 她说那是一种会让她鸡皮疙瘩 她听到会觉得很 对 我们全家人都会 这就是我自己不会 连我男朋友都会 我男朋友就说 你又在打嗝了 我心又在凉了 那个声音就是 对 因为那个嗝就是那种 像人家喝醉酒 然后一直 很深的那种 很深的 对 就是把 好像你胃里全部的东西 都要奔腾这样子 翻出来的这种呕吐 很可怕 对 那也因为长期的这样下来 可能你的一些胃啊 等等的 都会受损 毕竟你长期的一些 因为你肠子 肠胃的东西下 肠子下不去嘛 所以只好往上 往上胃酸等等 你这样子一直吐 对 所以我的胃 食到逆流的状怀 算是蛮严重的 嗯 对啊 当然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副作用等等 都会 得着来 再上 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开过太多次刀了 所以 什么腰啊 什么等等的 一些支撑能力 可能也相对比较差 所以都有在 就是在看附件啊 但是你还是很积极想要做一些电商 而不是说就好好休息吧 很多人这个生了病之后就会比较消沉一点 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个性是闲不下来的人啊 我觉得你 你 你就是不做点事情 你在你一天就是这样244小时这样子过 那你不舒服的时间如果占很多 那如果你做一些 譬如说我在学英文的时候 譬如说我在做电商的时候 譬如说我在关怀病友的时候 我不会去想到这些 所谓的不舒服的这种状况 转移注意力 所以我会我会把自己的时间排的比较满一点 我会想要去能够 因为而且我觉得说 其实我以前的个性 因为我狮子做的啦 我也是闲不下的那种人 我从以前的时候 我就是很希望能够可以赚钱 可是生病之后觉得说 没有什么在 就是除了就是之前在医院工作那段时间之后 后来自己有在就是就是做一些 就是跟朋友做一些网拍卖衣服 可是因为现在新冠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整个的那个利润 变得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我才想说就是做一个斜杠的 多角的发展 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在 因为这是毕竟其实新冠疫情 给我们带了一些一些不一样的歧视来 因为可能有时候以前 我们会习惯去外面买东西 或是看东西 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怕嘛 做电商 出门 所以就做电商或procast这种趋势啦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趋势 那我觉得你就是去尝试的做做看啦 说如果就是只是有做就有嘛 没做就没有 与其你待在家里整天就觉得说 我肚子好痛哦 然后更严重对不对 然后你就整天 注意力在自己的病痛 就像我干妈来说 她就是比较 个性比较没有办法走出来的 她就觉得说 我哪里又不舒服啊 哪里又不舒服 全身都痛 那其实有些很多时候的病 都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对对对 对那你 与其你这样的话 你不如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去 排的比较充实一点 你自己的书有写吗 你不想出一本自己的抗爱书啊 是想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再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说因为抗爱的书很多市面上的书很多 我是要出一个有关于叫人家怎么做一些灶口的的清洗啊或是灌洗的技巧或者是说还是说如果你对这种灶口来说你你会排斥等等 我想的比较多了 因为我不想说随随便便就说啊就是那种抗爱书然后呃然后就是我的治疗啊然后大家怎么念啊就是我我想比较多 所以我还在思考这个书就是怎么样更有特色就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去把那个书籍正突出嘛因为也也知道现在那个传统书籍的市场也开始比较对比较有限一点对啊好那最后这个如果疫情过了可以出国的话你最想去哪一个我应该会先回去看看 看我在那个中国的亲戚因为我父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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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都在上海上海对对对对大都市对对那他们住在那边我应该会先回去看看他们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去日本因为日本是相当于对于人工造口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国家他们比较进步一点对对对对那这也是我最近在忙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正在跟有关于相关的陶瓷工会啊 等等的辅具单位等等的 去做一些有关于那个 人工钢门五五盆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草案 因为这个像因为现在不能出国嘛 那台湾毕竟大概有好几万人的这个人工钢门 那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厕所 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比较不一样 对 你们需要一个平台 对对一个平台 好去做清理护理 还有一个陶瓷清洗的设备这样子 那我所去过的人工钢门的洗手的这个设备 其实普遍来说还都不太足够啦 那有些地方甚至因为害怕一些街友的去回去 占据 然后去把它上锁 你要需要的时候要去按那个铃这样 他们都以为用无障碍空间就可以替代 对很多人会以为是用无障碍的这个洗手间 就大一点就好了 替代 可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去换 你要换的时候可能需要一面镜子 你可能需要一个洗手台 就跟那个育婴室一样 对对 他有时候换尿布 他是需要一个平台 对对对 让小baby躺下来 那让我们如果需要冲洗的话 可能要温水 不能冷水 所以一般人不了解 所以我最近就在积极的跟这个陶瓷工会 还有total他们做这种卫浴设备的这些厂商在合作 因为其实在两年前我们就已经请日本的原厂来开会 但是因为台湾一直没有一个立法一个草案 所以才会一直延荡延荡到那么久 所以昨天我们才在商讨之后才说 那如果没有传的话 我们就开始自己立 就是看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大家及时广义的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能出国嘛 那也不知道新冠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台湾玩的话 当然要让我们灶口朋友能够玩得比较放心一点 对所以觉得广设这个人工钢门的厕所 这个相关单位啊等等的 也是一个需要去一起积极努力的 而且换下来的灶口袋是不是要另外处理啊 换下来的灶口袋一般来说 就是直接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就要好 但是因为像国外他们比较环保 他们会有附一个那个塑胶袋什么的 所以我自己平常出去也会带那种塑胶袋什么的 对然后如果要 因为好久没有出国玩了 如果出国玩的话 我身上都会被 不管是出国还是出远门或什么的 因为怕渗漏嘛 所以我那时候出国身上都会背一个 背一个灶口袋 然后我会穿那个尿布 因为尿布的话可以防 胜肉 放上 对对 多一层就对 对多一层的那个 去那个 不然就是塞纱布 对有一阵子因为中卫嘛 中卫要做口罩 中卫的纱布大缺货 又买不到 那时候还好 我就在FB想说 哇就是纱布没有 大家就帮忙集市广义报送纱布啊 因为可是因为中卫的纱布的确是比较好用 因为我们 他是用布置布 但是因为没办法布置布的材质 正好要去做口罩 对啊 所以那也因为这样先是 纱布先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对啊 所以你算是比较有经验啦 你会额外再多几道预防的这个措施 会啊 你免胜漏有时候会很尴尬或很紧急嘛 会因为我曾经接下过某家旅行社 我那时候要去 我想要去澳洲玩吧 然后他就觉得对于我这种案例很 不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他们比较不了解 对然后他们就 就把我 玩具 玩具了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跟另外一家 长期合作旅行社有联系 那那他的业务员都很知道我的状况 所以也跑过了蛮多 就是在还没有新冠的时候 也还好那一年有去美国玩 自助旅行 对对 算是有没有啦 就是跟团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自由点的比较多 所以我跟我妈有到处去走走这样子 对啊 今天非常谢谢妈妈为大家介绍 她这两年新的一些 关于疫情以及她个人抗癌的一些故事 好谢谢 不会谢谢 谢谢